全球的观众朋友 大家好 欢迎收看自为人医守护爱 我是梁中赵医师 今天很高兴为你邀请到的是 花莲慈激血中心 耳鼻尤科主治医师 温宇轩医师来到我们现场 温医师你好 主持人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在节目进行之前 首先介绍我们坚强的抗议团队 首先是我们的王立信副院长 耳鼻尤科的陈培荣副院长 耳鼻尤科周玉甫医师 李嘉凤医师 杨妙军医师 陈建豪医师 陈彦生医师 观众朋友如果有任何问题 欢迎call in03-856-1337 后面很多耳鼻尤科团队 我知道耳鼻尤科在头颈癌 在我们花东算是大宗 头颈癌到底有哪一些呢 其实头颈癌的话大概包含说 我们大概整个除了脑部之外 其他的一些头颈部的癌症 然后从 最难讲是从鼻癌啊 鼻痘癌啊 然后像我们的腮腺癌 我们的鼻咽癌 口腔癌 口咽癌 下咽癌 猴癌 以及我们的甲状腺癌 看起来眼睛与駕到这边都是 当然猴癌是一个很重要的器官 它如果开掉的话 好像会损失很多 我们来看这一段 微信啊 陈先生用发声器 简短唱出两句台语歌 今年66岁的他 12年前天天吃槟榔 却因为唱歌时高音唱不上去 检查才发现罹患了猴癌 手术后再也不能唱歌 怎么很奇怪 我的高音部分怎么唱不上去呢 结果就去检查 检查就知道 因为外面的早早治疗 所以还是很好 照片当中是爱唱歌的陈先生 过去在KTV唱歌的样子 不过现在他再也不能拿麦克风 意思说越早开始抽烟吃冰郎的民众 得到头颈癌的机会越大 本身癌细胞 他的活性比较强 所以越年轻的人得到癌症 他以后会复发的机会会比较大 第二个年轻人后面的路有很长 所以你有可能两年没有复发 有可能五年没有复发 但是你十年以后 你会碰到不同不同的挑战 要注意的是抽烟吃冰郎 不但会增加罹患头颈癌的机会 未来罹患其他癌症的比例也会增加 作用击转在于 已经刺激体内癌细胞增生 所以要远离癌症 研久冰郎 最好少会微妙 这位先生从外表看不出来 他其实已经得到喉癌 因为过去每天咽酒不断 直到有一天喉咙讲不出话 还流鼻血 去看医生后 才发觉事情的严重性 我已经来不及已经发生了 既然已经发生了就没有办法了 不过在这边希望说 年轻一辈子 年轻人 最好少少出冰郎 少抽烟 像这位癌症病友的人还不少 统计每年罹患头颈癌的人数 大约有五千多人 大多和抽烟喝酒 搅冰郎有关 健保局放宽 标把药物给付 每年多出200位患者受惠 抽烟吃冰郎跟喝酒的这个族群 比完全都没有这些习惯的族群 它会离癌的风险是增加123倍 推行这个免费的 口腔联盟的癌症筛减 所以其实有这些习惯的 这些人 其实我也是鼓励他们 去医疗院所做这样子的一个 口腔联盟的筛减 因为这个是免费的 标把药物可以延管两成七的死亡风险 降低三成二的局部互发率 不过医师还是提醒 不抽烟喝酒搅槟榔 才能真正降低离病的风险 让身体更健康 问医师 我们这边有一个喉结 所以那这个功能是怎么样 女生就看不到 喉咙的功能是怎么样 一般来讲 我们讲喉部的功能 主要有分为四个大部分 它最重要的功能 其实是保护我们的呼吸道 避免你的口水 或是你吃进入的东西 去呛到你的气管或肺部里面 那它第二个功能呢 就是我们讲的 有关于它那个呼吸的功能 因为在我们在深呼吸的时候 它的声带会打开来 然后可以让我们可以吸得到气 那第三个部分呢 就是讲的吞咽 那如果说喉咙能够往上提 往上拉伸的话 它可以帮助我们食道打开它的开口 然后让我们东西能够比较好下咽 那当然我们一般人觉得说 喉咙最重要的功能就是发声 其实在我们医学上来讲 它是站在一个最后面的一个位置 所以这主要是十大喉部的功能 我想说气管在前面 食道在后面 没想到它对我们吞咽 其实也有影响蛮大的 我们刚才通称都是喉咽 我知道喉咽其实不是这么单纯 它的分类 其实好像也有不同的类型 可以跟我们说一下 是 其实一般我们的喉咽呢 可以分为三个部分 其实在我们以声带为标准 那它上下一公分的地方 我们叫做声门咽 就是说我们声带的部分 那在这上面的部分呢 我们叫做声门上癌 那再往下呢 叫做声门下癌 可是我们喉是不是 咽部有时也会影响到 这是不是另外的癌症 因为另外呢 我们其实除了喉癌之外呢 我们还有另外叫做下咽癌 那下咽的位置在哪里 可能一般人比较 对啊 我也都不在搞不清楚 不晓得说它位置在哪里 其实它是在我们喉咙的后面 它连接我们的口咽 跟我们的食道的入口 那这一个 我们的下咽癌呢 它有时候会影响到我们的喉部 因为它们两个其实是邻居 所以说肿瘤只要大一点的话 它可能就会影响到我们的喉部的 所以我们常常讲说 咽喉癌嘛 所以常常是连在一起 加口腔后面就是了 那我们知道 提早发现当然很重要啦 那刚才讲到 我最好记得了 我每次知道 抽烟喝酒浇槟草 加起来就是123倍 除了这些以外 高危险性这些 可不可以再跟我们多详细介绍一下 其实呢 我们常讲的就是说123倍 就是咽酒槟草这个危险性的话 就是在我们的口腔癌 那以我们的下咽癌或是喉癌来讲的话 其实抽烟是最大危险的因子 那其他的槟草跟酒 当然也会有影响 那有另外有一些少部分的人呢 他其实是因为食道 逆流 他的胃酸长期刺激 一个慢性的咽喉炎 久而久之也有可能变成一个 口咽癌或是下咽癌或是喉癌 或是喉癌的机会 但是他机会非常非常的少 那有一些缺铁性的妇女 缺铁性贫血的妇女 他有可能造成我们的下咽癌 是有没有家族性 很少有家族性 如果就是不好的习惯 外在的刺激比较多了 刚才我看到那几位患者 像尤其最后一患者 好像就骚症嘛 骚症我们可能以为唱歌 反正没什么要紧 这喉癌有哪些症状 我们要提早知道 其实我们喉癌最先出现的症状 他就是一个声音沙哑 如果说你突然声音沙哑 超过两个礼拜以上 那一定要赶快来看医生 因为这大概跟你讲说 我们声带上面除了发炎之外 他可能有一些病变发生 不管是长息肉还是长结结 或是说一些癌症 或是说一些白斑 都可能造成你声音的沙哑 那另外呢 如果肿瘤他已经长得比较大了 那可能就会出现有呼吸困难 那或是说有吞咽困难 或是在咳嗽的时候啊 会有一些血湿的发生 如果有上面一些症状的话 最好赶快找专科的医师来 对 诊治 如果一旦确认喉癌的话 我知道他的治疗 当然要相当多的配合啦 我们来看这一段林先生的个案 希望我们会死去这些症状 你也想起来吗 我很热耶 很糟糕啊 我这句话实在 都没有那些生存的意义都没有啦 他什么都不害怕啦 那就是酒驾驶啦 这想要哀啦 对啦 很坑糕啊 那也想要喝酒 别人也要吃啦 吃喝酒 没 没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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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酒 喝酒 喝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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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什么 喝什么 喝五百六 对 喝多少 一瓶 一瓶 两瓶 都配合他 喝酒 他没什么苦 越来越没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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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刚刚才买他要哀哀 喝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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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已经说 里面有声 两瓶 很大瓶 还有副帅外面 南军的旁边看 这些很紧急 不说 各位 拖一两个月 说随时 今天你看 下个礼拜就开刀了 很快 很快 我们医生 是真正有建议 说 里面 淋巴想说 要拿起来 不然这样 再生就对了 他这些没拿 他说话 不过就是 我们再生 水鸟现在还可以吃吗 对 现在都可以吃 刚开始的时候 刚开始 没说 都不可以吃 是至今有够的 才开始可以吃 那之前是什么吃 之前都用西式 都用 烤肉 把烤肉好 这又 香烤肉 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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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你看 那不是一天有出来吗 没有 之前可以 之前吃东西 没想起来 又要走 现在都没有了 现在有没有 比以前喝牛脂植物好多了 吃起来比较有味道了 看 没有 没有 对 没有 好像 跟我 大人 在他的家里 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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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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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今天在打阿公講什麼嗎 聽到阿公呢 還有呢 還有呢 還有嗎 還有嗎 沒有了 還沒說阿公好爸 阿公好爸 我叫阿公 阿公 這份 這份 不可以說了 可以用單邊 用單邊 這樣 好 走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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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你走開 祝你 媽祈 媽祈 不聽阿祈公祥 媽祈 我愛你 先生 文醫師 你當初看到林茵先生的時候 怎麼樣來計畫他的診斷跟治療呢 一開始的話 我們當然就是先確定診斷 他到底是癌症還是一般良性的腫瘤 那當時候我們就做了一個內視鏡的切片 那切完片之後呢 確定他是一個癌症之後呢 我們做一個癌症的分歧 那發現他是一個第三期的一個癌症的情形 第三期當然是比較屬於中後面 所以你跟他 他現在是無喉嘛 你是把它叫全喉切除樹 那到底是切哪裡叫全喉切除樹 因為林先生他的樣 除了說是喉部有影響到之外 其實他下癌有超過一半的地方都有影響到 所以那時候我們是除了說把他整個喉嚨拿掉之外呢 另外還可以把他的下癌的部分把它清除掉 那之後因為他的下癌的寬度不夠 所以我們還補了一塊自由的皮板 然後在喉嚨裡面去 所以蠻複雜 還如果切掉多少還把它再建立回去 當然他因為會預防復發 好像他有做化療跟電療 這兩個會不會有什麼後餘症或怎麼樣 因為一般來講的話 我們頭頸部癌症每年平均算起來的復發率大概有10%左右 就一年大概有10%會復發 那時候第三期的腫瘤我們最好就是在術後還加做一個電療跟化療 那電療呢他最主要會造成嚴重的副作用就是說 久了之後他可能慢慢的肌肉會萎縮會纖維化 那所以病人的脖子可能會越來越硬 那他一些吞咽的功能可能也會越來越喪失 那另外還有當然就會影響到他的唾液線 你看林先生他就是吃東西的時候他嘴巴會沒有口水 所以吃東西會很困難 對他是剛才有講到啦 可是我們知道抗癌齁 營養又很重要 像是一開始的時候只能吃流脂 或一開始吞咽困難的時候 我們在營養方面我們兒肌肉科是怎麼來幫忙的 其實一方面我們就是建議病人說可以先吃一些像雅培之類的這些 我們現有的一些牛奶的製品 那另外呢在做電療跟化療期間 我們可以建議病人去買一個叫Glutamine Glutamine的話他就是可以幫助我們在電療化療期間受傷的黏膜可以早日恢復 而且可以幫助病人說在這段期間讓他營養能夠比較 所以其實氣管 剛才說有時候食物理論上不會從氣管出來是怎樣 是嗆到還是怎麼樣 其實那時候可能就是因為他補的皮瓣上面有一點點的肉 所以他有時候一些水可能會從那個地方出來 就是開完懸頭切除之後呢 他的氣管歸氣管 他的石道歸石道 兩條白鹿應該是接在一起的 但是我們因為手術的關係把它分開來 所以以後他吃東西的話就是不會再嗆到 除非是從外面 外面如果說洗澡還是不小心有水跑進去 才會從外面的氣管嗆到 對 所以他其實吞咽發生 後續的那些病發症的處理 其實都要靠您的配合 或是一些復健的過程 所以後續要很多需要努力的 我來看他努力的結果 對 現在要注意到朋友開港 都用下 對 都用下的啦 是在跟別人比較難過通 到秋實之後就大家都沒有 都拍攝去去港 到港都打招呼聲 對呀 數號了很多 嗯 數號了很多 嗯 一 二 三 二 三 二 四 二 四 二 五 三 四 三 五 三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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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把他比喻 你把他比喻 食道力 利用大自然的空氣 外面的空氣 食物食道 暫時到震動 產生的聲音來練習講話 你一如不被道家裡 五年 三年 五年 都會停在哪邊 接下來的節目就是 我們的請分位吧 今天大愛要採訪你 喔 是喔 我們請分位 我請我指討你 有些人 我們要採訪 我們要採訪你 這是採訪 我們要坐牢 有些人要坐牢 那個鄭小姐他也是 他開這個人也是用婦姨講話 他那個孫不像人比較清楚 但是也聽得很冷 但是要練很久了 他孫說家去學不幾天而已 英國玉先生 來 請坐 我願意這邊走 要不要試著跟我講一下 看你現在能夠講多少 練習一下 講話就是有時候會吸不到氣 所以這需要練 因為其實我們是這個地方卡住 本來是說我們本來要做一個 讓你可以說話的這個地方 所以會從這個地方漏氣 看一下要好 這洞口就是結痂比較少 比上次看起來少 而且那個也滿漂亮的 洞口裡面沒有看到有明顯的縮小 所以我們上次打針喉那個針喉 比較有效 我跟溫溫師 跟我們很配合 都很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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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看 都很疼 很疼 都很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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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夏天到了 有時候比較熱 他是非常感激 溫醫師 他的作人 譬如說 他們這個嫂子 把衣服去成功 他說沒關係沒關係 你不用緊張 都很好 不是說 怕什麼 什麼 你怎麼這樣 我們摸不到 真的很好 這是跟我們旁邊看 真的 很感動 溫醫師 林國雲這邊有一個洞 這個洞最主要的功用是什麼 擦車就是讓他呼吸 如果這個洞如果塞起來的話 他就馬上就是沒有辦法呼吸 就會自息 對 所以上面是跟嘴巴是封住的 對 跟我們正常人 從嘴巴呼吸 從鼻子呼吸不一樣 我們已經把那個銅爐給他封起來 就直接把他的氣管 接到我們的皮膚上來 所以有些傷口他越來越小 我看你這樣注射一些藥 是不是要避免他變小 因為林國雲他算是 就是在電療過後之後 他的傷口因為結痂的關係 就越縮越小 那之前有進行過手術 不過目前我們就是 想辦法用一些類固醇的藥物 來維持他這樣洞口的通常 OK 我們知道後續還有很多復健 要做哪一些復健 除了說一般我們講 一開始病人最需要做的 就是他的吞咽的復健 吞咽復健能夠好了之後 能夠嘴巴吃東西之後 開始我們要教他怎麼樣去做 一個聲音的復健 那聲音的復健 除了說剛才我們看到 林國雲先生 他用的是一個人工發聲器的方法 那我們看到 烏咽患者他們的理事長 他們用的是一個叫做 石道雨的發聲方式 那我們另外還可以用一些 人工的電動發聲器 來幫助我們發聲 所以你看這邊空氣跑出去 然後這邊到嘴巴以後再動才發出去 那我們知道烏咽 不是說終身就不會講話 剛才你還有講到電動 電動是放在這邊嗎 還是 電動它的原理 其實它就像一個震動的馬達一樣 它放在我們脖子下面的時候 它會把震波傳到我們的嘴巴裡面去 震動我們嘴巴的黏膜 它就是開始可以發出聲音來 只是說他們的聲音都比較單調 不像我們正常人講話 就會有高低起伏 異陽頓挫 他們講話聲音看到非常非常的單調 剛才在影片我們有看到 其實那些好像訓練理事長 或者是那些 常常有來花蓮幫忙我們這些會員 就是午後的 因為他們都講得不錯 那就是所謂我們講的石道雨 石道雨 石道雨要怎麼練呢 困難在哪裡 石道雨的話 它其實就像我們打嗝一樣 它主要的原因就是說 我們把空氣吞到胃裡面去 然後我們再把用胃裡面把空氣擠出來 那擠到我們的石道上端的時候 它會震動我們上端的黏膜 所以可以趁這個時間 雖然短短的只有兩三秒的時間 但是你還可以經過練習之後 可以發出一些聲音來 可以講跟人家溝通這樣子 對 所以你看它出來的時候 頻率都比較低啦 不像我們聲帶的比較高一點點 差不多可以講兩三秒大概就五六個字啦 其實我看它講的也不錯啦 當然跟我們一般講的所謂的腹雨 是不是不太一樣 其實我們一般講的腹雨的話 還是經過我們的聲帶的震動 像一般如果說看石道雨的話 你去摸 因為它根本是沒有喉嚨 所以它的這邊喉嚨是不會震動的 但是我們一般講話 你摸一下喉嚨 你可以摸到說 其實還有在震動的感覺 那那些腹雨的一些藝術家的話 其實你去摸它的喉嚨 還是會在震動 我們知道他們都不太敢出去啦 心裡有障礙啦 是 您都是怎麼樣幫助他 走出這個斷一霾 就是說我們之前的花蓮市市長 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他之前因為口腔還開刀 雖然他的臉上的有很大的疤痕 人家一看就知道 但是他能夠出來還是可以跟群眾在一起 那像他這種無猴患者 雖然講話不外面 但是他只要經過練習的話 他還是可以跟人家溝通 所以鼓勵他們都能夠到外面來 可以多跟人家講話 因為多練習的話 你的進步也會越大 對 還有看到他們的五猴協會 其實幫忙也很大 因為他們互相學習呢 能夠更快 對 其實今天很謝謝我們吳醫師 來到我們現場跟我們介紹五猴 謝謝